古巴民众的生活越来越难过了 缺电缺食物 现在还缺汽油 在各地加油站外等加油的车辆大抬长龙 缺油危机之下 民众就改搭公车 但是运输系统老旧没有效率 有人为了赶8点半上班 清晨4点就要出门 但到底为什么会缺油 古巴政府尚未说明 路边计程车大排长龙 不是排班等客人 而是苦等要加油 古巴闹油荒 首都哈瓦那的加油站外 到处可见停满等着加油的车辆 不过一等就是好几天 驾驶无奈也只能在车上小睡片刻 计程车驾驶更如同被断了生计 甚至有些外地来的车辆 因为加不到油无法回家 驾驶被困在哈瓦那 好几天没洗澡 公车一来民众蜂涌而上 像东京地铁一样 有人帮忙退一把 还得手动关车门 缺油危机下民众仰赖公车通勤 原本就老旧不堪的车辆 和缺乏效率的运输服务 更加雪上加霜 为了准时八点半上班 有民众清晨四点就出门 营运单位也寒苦 古巴国内根本没维修零件 没电池 甚至连轮胎都缺 古巴受疫情和美国制裁冲击 缺电缺油又缺食物 多重打击 如今就连每天通勤都不容易 当地人感叹日子越来越难过 是林文编译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